如果要问今年玩家们最期待的游戏硬件是什么 那无疑就是红绿两家即将发售的RTX40系和RX7000系显卡了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NVIDIA将推出一张比旗舰RTX4090还要强的卡 其的功耗已飙升至900瓦 而AMD这边旗舰RX7900生产状况良好 将如期交付工厂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自曝光以来 RTX40系的旗舰RTX4090便备受玩家们关注 其相比上一代翻倍的核心规格性能功耗 实在是让玩家们大可以眼界 直呼这样子升级 而或许是因为如今挖矿收益太低 让老黄重新醒悟过来 NVIDIA计划将再推出一款 堆料比RTX4090更猛的超旗舰显卡 而这则有可能是全新的RTX4090Ti 或者回归的Titan 在这里我们暂且叫它为RTX4090Ti 具体来看 根据Twitter用户Kimi表示 RTX4090Ti仍采用Ada Lovelace架构 基于完整的AD102核心打造 拥有144个SM单元和18432个库大核心 基于目前曝光的RTX4090规格一致 但在显存方面 RTX4090Ti便是直接碾压了RTX4090 配备了48GB的GDWX显存 相比RTX4090翻了一倍 达到了专业计算显卡的水平 同时其的显存速度也从原来的21Gbps突破到了24Gbps 控制上则升级为了双16Pin的规格 而随着以一系列核心规格的大幅提升 整卡功耗变得异常恐怖 从原本的600W上升至了900W 相当于RTX4090再加上一张RTX3070Ti的功耗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一卡定两卡 当然这张卡目前来看还是作为测试版存在 所以这时会被推出仍处于待定状态 除此之外 在最新的日志文件中 AMD的RX7900也已被曝光 目前看来一切顺利 已经开始了相关软件验证 以及工程样品测试 不出意外将如期交付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 至于发射时间 NVIDIA的RTX40系显卡将于9月或者10月发布 而AMD的RX7700的显卡 则将在Q3或者Q4级组内发售 这时究竟谁干得过谁 玩家们就敬请期待吧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意见三连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Roggy强 我们下期再见